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华 又到了吃龙虾的季节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香辣小龙虾的家常做法 不放任何香料 出锅后,些香麻辣 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今天到菜场花40块钱买回两斤龙虾 首先我们往龙虾中放入一勺食盐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用小苏打 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最后再倒上适量的清水没过龙虾 我们把龙虾先浸泡一下 食盐和小苏打可以有效的去除龙虾表面的细菌和杂质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 我们放置一盘,浸泡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料头 拿出大蒜子把它切成小一点的颗粒 拿出去了皮的老姜 我们也把它改刀切成小颗粒 将蒜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拿出几个小红椒 把它切成圈圈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选择补饭 将蒜辣椒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把它一起装入小碗中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把新鲜的紫苏叶 紫苏叶分两种 一种叶子是紫色的 还有一种是白色的 像这种紫色的去腥效果是最好的 用刀把紫色叶切成小一点的块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把它也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往里面放入一块火锅底料 然后再放入两勺豆瓣酱 20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龙虾也已经净化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水特别的脏 接着我们把水全部倒掉 把龙虾放在流动的清水下 拿出刷笔把它刷洗干净 刷洗干净的龙虾 我们先拿出解刀 解去龙虾的头部 然后再取出里面的虾狼 在龙虾的尾部 有三块像鳞片一样的虾尾 我们扯住中间这一块 左右旋转一下 很轻松就可以把虾蟹取出来了 用解刀把虾脚全部解去不要 虾脚没什么肉 而且影响美观 最后我们再用解刀在虾背上解上一刀 这样可以使龙虾更快的入味 龙虾全部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龙虾全部处理干净后 我们再次把它倒入大盆中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两遍 龙虾全部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漏栏中沥干水分 锅烧热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姜蒜辣椒 用锅铲翻炒 炒出姜蒜辣椒的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豆瓣酱和火锅底料也加入进来 用锅铲翻炒 把火锅底料炒散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全部炒好以后 再把我们沥干水分的小龙虾倒入锅中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大火翻炒 炒出小龙虾外壳的香味 小龙虾炒至全身烹红以后 我们再往锅中倒入一瓶啤酒 一瓶不够我们再倒入半瓶 啤酒的量一定要没过小龙虾 然后我们再往锅中加入半勺食盐 一勺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加入一勺生抽 最后把我们切好的紫苏叶也倒入进来 大火烧开以后我们转中小火 不盖锅盖焖煮十分钟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锅里面的汤汁也变少了 小龙虾的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接着往锅中倒入一勺香麻油 用大火把龙虾汤汁收至浓稠 汤汁收至浓稠后 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接下来把炒好的小龙虾装入大盘中 再往盘中撒入性感的小葱花和香菜点缀一下 就这样一盘非常简单的家常版香辣小龙虾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小龙虾不加入任何的香料 只吃火锅底料和豆瓣酱的味道 出锅后的口感一样的香辣过瘾 而且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记得用您那发起的小鼠帮我点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你们 给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总有一道适合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二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你们的观看